今天開幕慶祝呀 特別新聞報道 一隻五十二歲 駐守九龍總區交通部的 休班警員 在半夜兩點多鐘 證實了已經下了地獄 事發在昨晚二十七號 十一點多左右 警方接到一名狗仔的報告 說他五十二歲的老爸 在秀茂坪安利道的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一個單位裏面就暈倒 不知是否馬上風 救護員到場之後 事主警員已經昏迷 急救後送院長教 抵達醫院後證實不治 警方初步調查後 身上事件沒有可疑 我們聽聽阿蛇有甚麼說 今天開幕慶祝呀 近來阿蛇和Madam 你們出街就要小心點 好容易出事 翻花下工又可以跌下海 不過這個不是的 這個是家裡也有事 沒辦法啦 連阿七婆她都PK 弄傷了手 才做了教主 自己小心看路啦 不是說甚麼 想聽我難聽的歌聲 可以按左上角的連結 麻煩觀眾朋友 勇於日留言 一有新消息再跟大家報道 多謝大家給面 喜歡的訂閱 share 不斷再見 今天開有沒有慶祝呀 今天開会慶祝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